台铁在昨天深夜11点多 一辆工程用大型杂道车在风源到后里间 在行驶中引擎起火燃烧 火势相当的猛烈 冬烟密布 而现场还波及到了东西县上方电车的县 幸好杂道车的驾驶以及随车的人员平安下车无人伤亡 消防队也在12点45分扑灭火势 清晨4点53分抢通了东正县 维持单线的双向行车 预计在今天中午会抢修完毕 详细的事故原因由运安处调查当中